Linda藏宝香 宜兰安农溪景点 清水地热公园 安农溪原名电火溪 位于宜兰县三星乡 不仅发电照亮蓝阳平原 也提供三星乡及下游乡镇 农作灌溉所需之水源 被昵称为三星乡的生命之河 安农溪沿途有许多景点 今天来介绍安农驿站 以及洛宇松秘境 安农驿站位于安农溪中游左岸 成立于2018年10月 是体验安农溪风光的最佳地点 在这里喝杯咖啡 歇个脚 听音乐 看风景 轻松又惬意 安农溪落雨松秘境 位于安农溪畔 高大挺拔的落雨松 春天嫩叶发 夏天绿叶盛 秋天红叶满 冬天落叶极 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美 沿途有安农溪自行车道 可以租一台自行车 在安农溪畔慢慢骑 享受大自然的拥抱 清水地热公园 位于宜兰县大同乡 水质清澈 属于碱性泉 泉水温度高达95度C以上 原本是旧中游工作站的地热广场 也是台湾第一座地热发电厂 现在的清水地热公园 有三个主食池 两个泡脚池 休息区 贩卖部等设施 贩卖区可以购买食材 也可以租借主食器具 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入主食池 等待期间 可以到泡脚池泡个脚 如果有多一点的时间 还可以到清水泉汤屋 度过轻松悠闲的时光 要到安农西洛宇松秘境 可以从罗东转运站 搭乘绿17公车 到洛宇松秘境站下车即可 再骑自行车 就可抵达其他安农西景点 清水地热公园设有停车位 建议开车前往比较方便哦 其他相关资讯 请参考下方网站 琳达藏宝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